复查皇后人设大型精分现场来了 乾隆的复查皇后在各个清宫区中拥有的人设可以说是毫不相干 有的人设就像是心狠手辣又当又立的女反派 有的人设则是温婉大气的白月光 前前后后的差别也太大了 这根本就不像是同一个人啊 那么历史上的复查皇后到底是白月光还是女反派呢 和如意传中一样的是 历史上的复查皇后出身于满洲湘黄旗 是查哈尔总管李荣宝的女儿 复查皇后出生于1712年 在1727年也就是她15岁的那年 嫁给了当时还是宝亲王的弘历为敌附近 复查皇后本人性格偏大气一些 颜值也是一等一的高 自己老婆这么好 还是宝亲王的弘历肯定是十分欢喜 所以两人的婚后生活 自然是散发着浓浓的恋爱气息 这一点呢又跟某攻略的剧情一模一样 等到1735年乾隆正式登基 复查室呢也正式被册立为中公皇后之后 乾隆这个人还是会在没事的时候去陪着她 出去玩的时候呢也要带着她 果然小九旅们从古至今 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一起出去玩 在自己的次子永连去世之后 乾隆为了不让娇妻过于伤心 去陪伴她的时间就更多了 什么避暑山庄蒙古圣经这些地方 乾隆都跟她一起去过 甚至1746年的时候 复查皇后四月份才生下七皇子永从 九月份就陪着乾隆一起去了山西 所以说历史上乾隆真正的心上人就是复查皇后了呀 他们原本的故事如果写出来的话 恐怕就是一部甜宠剧而不是宫斗剧了 虽说乾隆非常宠爱复查皇后 但她却并没有因此就恃宠而骄 她反而生活很简朴 平时呢就只佩戴一些绒花之类的首饰 不佩戴什么金鱼之类的东西 这倒是和如意传里面 复查郎花主张的节俭生活很像了 复查皇后效仿满足祖先 在关外时的习俗这事还让乾隆帝也更加的看重她 复查皇后难道还有隐藏命硬技能 复查皇后这个人呀可以说是哪哪都好 自己本身性格就挑不出错来 后宫呢也是被管理的井井有条 连乾隆帝都亲自称赞她 说自己能够安心的处理朝政 是因为皇后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的很好 复查室作为非常出色的皇后 却和孩子的缘分有些薄 怎么说呢 因为她这一辈子总共生过四个孩子 但最后平安长大的就只有一个 这就跟如意传中是一样的了 在如意传中复查郎花也是孕育了四个孩子 而且孩子们还都非常受扎龙的喜爱 只是一个个的都没有保住 在历史上的1728年 也就是郎花成婚后的第二年 她生下了乾隆的第一个女儿 只可惜呀这个孩子只活了一岁多 1728年10月出生 1729年正月就去世了 紧接着在1730年 复查皇后就生下了次子永莲 乾隆还挺看重这个孩子来着 甚至在登基后不久 就把永莲秘定为了皇太子 可惜啊 永莲有些福薄 只活到了九岁便去世了 不过在电视剧中 永莲是在海兰的卢花被加持下去世的 历史上在她去世之后 乾隆给她的嗜好是端会皇太子 不仅如此 她还经常去给永莲店酒 在后来的嘉庆帝被封为太子时 乾隆还让她向已经过去的永莲行叩拜大礼 种种细节都可以说明乾隆对于这个儿子是真的很重视 之后复查皇后就陷入了悲痛的情绪之中 直到1746年 复查皇后才又带下一子 只是这个孩子呀 活的时间比永莲更短 永莲长到六岁的时候 就因为得了天花不幸去世 其实后来的乾隆都已经把继承大同的希望寄托在永从身上了 永莲和永从这兄弟二人 乾隆都非常的看重 只是这俩孩子命也太苦了点 有着大好的未来却都早早摇折了 一个女人的去世居然改变了朝堂的风向 就像如意传中表现出来的那样 在永莲去世的时候 复查皇后就十分悲痛 后来永从去世 她更是悲痛万分 以至于身体从此开始变得不好 而后在永从去世的第二年 也就是1748年时 复查皇后在陪乾隆东巡的路上去世 当时就因为复查皇后的去世 间接导致了朝堂风向的改变 在复查皇后去世之后 乾隆为她举行了空前盛大的葬礼 在为复查皇后准备丧事期间 有不少的大臣被乾隆治罪 甚至皇长子永皇也遭到了斥责 一开始先是永皇被乾隆以未尽孝道为由 狠狠的斥责了一番 连带着教导永皇的几个师傅们 也都吃了瓜老 后来就是汉灵院在复查皇后的侧门中 带了有先太后意思的皇笔二字 所以直接把汉灵院的掌院学士 割职交给刑部查办 紧接着又因为觉得刑部的处罚太轻 把刑部上书侍郎什么的一大群人全部割职 说实在的 人家原本的绞刑缓期执行也还可以了 只是不知道乾隆是咋觉得刑部包庇罪犯的 之后呢 乾隆又因为不同的事情 分别处罚了光禄寺和公布 后来又因为有人没请求参加葬礼 乾隆又给五十多位大臣降了急 大臣内心OS我现在辞职还来得及吗 复查皇后这个葬礼呀 可真是让整个朝堂都动荡了起来呀 以义己之力改变了前朝的风向 也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女人啊 这乾隆因为复查皇后身后事 搞得官员们死刑的死刑 降级的降级 自禁的自禁 那他到底搞出来一个什么样子的葬礼呢 就清朝而言 复查皇后的葬礼 简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当时大臣们害怕 照例行事会让乾隆不高兴 于是他们就引用了一些 明朝的皇后下葬规格 先是让各地的官员摘除顶上的红鹰 然后再为复查皇后扶桑 至于其他人 也要摘掉冠鹰七日以示哀痛 就这种天下万民 皆为国母扶桑的架势 还真是非常非常盛大的 就更别说 后来又因为官员当中有人剃头 乾隆就处置了不少人 进而导致这场葬礼的后劲更大 总的来说呢 历史上的复查郎华 性格和感情方面和某功练上更像 但其他的就跟如意转中 简直一模一样 所以把这两个角色进行融合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 历史上的复查皇后了 不过看着这么些清仇人物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皇后和皇上的感情线 是纯纯的填宠呢 要不是乾隆在复查皇后葬礼时 处理的那些人大官小官都有 我都真的要怀疑 乾隆是在公报私仇了 只是可惜这么优秀的女人 最后只有一个孩子存活于世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宝宝们别忘了点赞评论哦 是纯纯纯的